吉安乡第三届友善产业市级活动 连续三个星期的周休假日 人数也屡创新高 在乡亲和游客的共襄盛举之下 总营业额高达百余万元 25号的晚间 特别召开市级压走的摸彩活动 将整个活动的内容带到了最高潮 缤纷吉安产业市级已经迈入第三年 在许多民众热情参与下 一年比一年精彩可及 也吸引花莲县内各乡镇民众 以及全国游客慕名而来 而25号晚间市级压轴摸彩奖品 三台电动脚踏车 以及100个开饮湖 也让参加的乡亲都希望奖品带回家 这个妹妹哦 加油哦 要帮我摸出的好朋友是 林美华 号码是 18288 幸福花莲 缤纷吉安第三届 吉安乡产业市集 三个礼拜 九天圆满完成 缔造了百余万的收入跟营收交易 谢谢我们花莲县政府补助50万 圆明会补助20万 让我们70万整整的消费券 亦住在乡亲的一个兑换品尝 以及分享 最重要的是我们缔造了洁净家园 在这一次我们环保回收部分 也缔造了非常非常多的乡亲 来这里为我们开启资源回收分类 甚至于来这里换礼物 来作为一个对爱地球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力的分享 我们相信世信幸福 宜居乐活的吉安就在我们的身边 这次的活动 吉安乡亲节对进行资源回收兑换好礼活动 让民众一起逛市集 并响应环保爱地球 连续三年的吉安产业市集 一届比一届热闹 吉安乡长游淑珍感谢圆明会 以及花莲县政府协力乡公所 大力挹注金贝 打响吉安特色品牌 而乡亲期盼市集 能够持续办理 带动观光新气象 记者刘明顺 吉安乡采访报道